我跟你講 我們班真的平均算沒 談起學校的事情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會活在這種 幻想當中 說我以前是搬花怎樣怎樣的 就一到了殘酷的時候 都不是這麼回事啊 這不是幻想耶 真的耶 我們是被認定的 這照片裡面有唐從聖對不對 中間 有... 然後其他人還有演藝圈的嗎 從邊旁邊就我啊 還我啊 對原來就我啊 從旁邊啊 從旁邊啊 從旁邊 很清純吧 我真的看不出來哪個是你 然後有范日君嗎 有啊 我在下面啊 哪裡 戴法庫的 那個 岩佳樂好不起眼是哪一個 我覺得比較帥的 好像是旁邊那個高個子啊 那個人沒有進演藝圈嗎 沒有 他是名編劇 對 現在還是嗎 是的 那為什麼你們兩個會進演藝圈 漂亮嗎 你為什麼會這樣好奇怪啊 真的 真的啊 真的 有才藝啊 你看看...你看岩佳樂 等一下...大家公平一點 對 岩佳樂這個照片的樣子 其實是那種 愛妝娼做事的女生擺的姿勢吧 對 而且有風 腳逆風 腳逆風的時候要這樣吹 但是真的有風啊 她是有放電風風 然後旁邊那個女的頭髮 死死的這樣垂在那兒 你們好短 背不起來 我藏頭髮 不過 當初范日君接到岩佳樂的時候 就覺得她 是一個雙面人 對 所以她... 其實我們班 我們那時候迎新的時候 是分北中南 那北部就有我啦 忠心靈啦 還有她 就還有一些其他同學 可是因為我們 藝術學院的學生 一直是這樣就是說 我們都來自於不同的高中 可是大部分都是風雲人物 就是比如說會演講比賽 會相聲比賽幹嘛 都超有自信 所以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如果你知道我們... 一集用到這麼多風雲人物 好可憐喔 對 因為呢 全風雲人物 歡迎你們... 我們會把康熙來了今天 講風雲人物就是這配合 在這集都用光了 對 就用光了 就在這裡 然後如果你是我們隔壁座的話 你一定會以為我們是高中三年都同校 然後非常的... 因為你們很吵 對 然後就好像熟得不得了 其實大家才見面十分鐘 可是呢 在那個環境裡面 就有一個女生呢 就很遙遠的坐在一旁 然後就坐在那邊好像很害怕 裝有氣質嗎 對 然後而且她是唯一一個 有家長陪的 就是姐姐陪去 後來呢 我大一的時候呢 想說她就是那種文靜的 乖乖牌女生 她就是那種老師交代作業 她就會乖乖做 然後也不會多問問題 她打腳踝 怎麼很像歐巴桑講話 我把握時間嘛 你知道嗎 對 然後呢 我就會想說她就是乖乖牌 結果沒想到我看她表演 就完全大破功 怎麼了 我看她表演 她完全就是一個騷婆娘 就是一個非常哼騷的人 所以妳說 顏家樂本人氣質嬌羞 可是一上台就是一個騷伙 對 我那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那你私底下裝什麼清純啊 我沒有 我們來問跟顏家樂不熟的人好了 楊子儀同學 是 所以顏家樂這個人在你眼中 你跟她一定不熟嘛 你認為她是一個有氣質的女生 還是一個風騷的女生 說實話 我覺得就是 就是 人前人後 雙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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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面人後是台上台下 台上台下 所以人後的話她是焦羞的 人前她會變得很風騷是這樣嗎 人前是焦羞的吧 人後是風騷的啊 所以 這樣嗎 所以就是如果 如果水電供去她家裡 她就會穿火紮的 什麼 我們叫秋的開門 但是一關上門以後 就變了 好 好 不錯 她在搬上受歡迎嗎 非常受歡迎 她是不是覺得那種 會說我沒有交過男朋友 然後認識兩天 帶回家睡覺那種 有沒有認識兩天 我不知道 可是我們派男生很保護她 就是比如說 我們要開什麼玩笑的女生幹嘛 然後她們就很想說 不要這樣對她講 就是 她聽不得這種 對 不可以像我暈很久 我大學的男朋友 還沒有跟我那個 然後她媽是真的 很乖的 那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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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說 她說她從大學交往一個男友 到現在都還沒有那個嗎 是 到現在有時候大學時代那個沒有啊 所以妳說妳大學 都還沒有現出去嗎 對啊 所以妳說妳是出了社會 才有的嗎 對 好不好嗎 不要怕 你知道來賓每次在康熙來的說 我們沒有做的時候 妳根本懶得管沒有的 妳就問她什麼時候 妳才有 心情關心那些事 沒有啦 對 那不是重點 那不是重點 所以 楊子儀在學號是一個 色狼嗎 不是色狼 但是算風雨人物 因為她長得很熟 妳有講的 妳有講的 妳有講的key words嗎 妳不是在那裡 我根本會覺得我是水 因為妳就看起來很... 就是她看起來就很花心 妳說妳是看到她跟不同的女生 共吃東西是不是 第一天看到的是一個女生 然後一起吃泡麵 這是... 這是別的東西 幹嘛打我 我們這些結束裡面都有啊 每一個人都有 這個哪一個是 真的 妳從...妳從背影來判斷呢 左... 左邊第二個 左邊第二個 左邊 對 那個時候很怕 所以為什麼要留下這張照片 我不知道 我連這張照片都沒有耶 當時的動機是什麼 當初好像是因為班友吧 也是要組成一個幫派嗎 對 我們是一個... 我們叫DBZ 就是Drama Boys 國際化 對 真的耶 比你們山口組 用到英文 所以請問組這些團要幹嘛 DBZ是要露屁股是不是 就露屁股啊 就是除了我們露屁股以外 好像也沒做什麼動 就幫派的宗旨就是露屁股 幫派只是因為無聊所以成立 妳說她是風雲人物 是說她很會把妹... 對 然後她就是第一天 跟那個女生吃完一碗泡麵 然後隔一天 也中午在同樣一個地方 然後同樣一個那種 涼亭的位置 陽傘之下 她跟另外一個女生 同喝一杯飲料 另外一個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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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重點是都是我們班的女生 就是瞎了嗎 所以妳就是餓跟渴的時候 妳都不願意自己買東西 沒有 那都是我買 然後他們過來喝 過來吃 然後重點就是 相處了半年之後才知道 我們班就是 完全沒有在分男生女生的 所以共吃共喝 不代表男女朋友 一口茶葉蛋都可以 那個樣子 好像也沒有說太吸引女生 就是妳是微胖耶 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啊 中年輩啊 那個時候 但是我們班男生很少啦 所以妳們有覺得 出了社會很殘酷嗎 就是以前的風雲人物 然後出了社會之後就變得 也就其實還滿平凡的 就是帥哥太多了 好 這麼久啊 妳這樣嗎 沒有想要點醒大家 不過妳放心好了 我們在場應該都... 大家都很健康 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不會被我們打散到對不對 沒有名字取不好 儘管最父親了 好 麒可 什麼時候開始練習吞熱狗的 沒有練習 就是我覺得我可以進去啊 我可以把它放進去啊 為什麼 可是哪個女生會... 這是一個遊戲比賽 所以妳是... 所以也不知道 妳是意外發掘出來的 意外發掘的 就是我... 我爸爸也沒有看過 我在家裡面吃過 他是看過電視 才知道我會這樣子 所以爸爸看到有很驚訝是不是 他又轉台 他馬上轉台 你受不了 為什麼吞熱狗要轉台 就是... 就是... 有點不禮貌啊 對啊 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吞進去 我吞進去還要拿出來 家長有交代過說 不要吞熱狗嗎 沒有耶 但是不會就是... 你吃東西進去就進去 不要再把它拿出來 所以爸爸是介意這件事是不是 所以你如果一整... 一整根吞下去 然後就消失 就消失 然後他就OK 就可能會繼續看看 所以如果說 你在時尚派對裡面有熱狗的話 你也是這樣一整天就吃下去嗎 我會小口小口吃 但是如果要叫我表演吞的話 可以吞 我會告訴自己 可以讓他下去 我們可不可以只要做這件事 不要再講話 我會討論下去 我聽起來很糟耶 還許可過來 其實我用一個還滿... 我覺得現在比較發毛的是Circus 他們等一下怎麼打敗許可 可能要喝點水或是什麼 比較... 所以還是有困難的啊 就是你還是需要準備動作啊 我不用啊 我是跟他們說 因為第一次... 怕他們傷到是不是 你會有可能失敗嗎 就是... 沒有...沒有試過耶 就是插著牙籤的 然後整個放進去 牙籤忘記拔出來 就留在體內 牙籤忘記抽出來 所以它有刺到那個... 咽喉的地方 對 刺到一點點 就是有感覺有破皮流血的感覺 所以等一下這根熱狗 會消失在你的口腔 然後再拿出來... 不會 他會再出來 他會再看大胃魔術喔 妳要不要用籤字筆在他們簽名 確定同一根... 進去跟出來 好 所以妳要不要喝點水潤滑一下 沒關係 它夠... 好啦 可以啊 可以嗎 可以啊 我看了我就覺得很偶耶 加油 不要勉強 如果不行就停止 可以啦 我有試過 我之後想挑戰士林大小姐 加油